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Cinex今天舉辦的這個Webinar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Cinex負責HVE的Portal Manager 我叫Jason 好 歡迎大家 今天很榮幸我們請到HVE 和Cinex的同時幫我們講講今天的主題 就是怎樣可以用我們的Solution 去幫助大家去建立一個比較合適的 一個High-Bit Cloud的Solution 以及怎樣可以幫助大家在Data Protection上做好一些 特別我們會講一講近來大家比較關注的一個 怎樣去應付Ransomware的一些Solution 今天我們Gumward和HVE的同事都會幫大家講解一下這部份 首先今天很感謝我們HVE的同事 Awasco我們的Solution Architect 會幫我們講講HVE的Signability 包括我們HVE其他的Infrastructure 怎樣可以幫到大家在Hibrid Cloud和Data Protection上做好一些 另外Cinex的同事Steven會幫我們講一講 Cinex的數據 會怎樣可以幫大家完美到整個Infrastructure 好 事不宜遲了 我們首先麻煩Rasko幫我們講一講 我們HVE的這個部份 好 麻煩你 好 謝謝 Jason Jason 你現在看不看得到我的Screen? 看得到 看得到 OK 好 麻煩你 那 大家好 我叫Vascal 我HPE的Presource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 和Confort和Cinex 那 我們有一個Topic 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做一個Winning sorry Vascal 剛剛好像斷了 是Vascal 聽得到嗎? 喂 Jason 不好意思 剛剛我們返回了 是的 因為訊號問題 好 我們繼續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一些研究的報告 是的 我們看到其實在2020年 大部份公司他們的Major Investments 大家看到就說 開始越來越多 包括在一些不同的範疇 例如AI、Cyber Security 一些Private Cloud Infrastructure 是的 甚至乎一些SaaS 是的 一些Application Service 那你會看到其實排到很高排名的是什麼呢? Data Protection 因爲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大家最重要 現在走的所有Infrastructure也好 所有東西也好 一些Application 基本上要什麼呢? 都是要Data 是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們怎樣保護自己的Data 是的 因爲如果你只是 沒有寫Data 你有那個App在那裡 有小的Infrastructure在那裡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一個學歷 是的 怎樣保護Data呢? 這個就變成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HPE 跟我們這個Comfort有一個Alliance 去做些什麼呢? 就說我們怎樣可以做到一個 common的Hyper Cloud Data Management 怎樣去幫到大家 那你見到這些是一些比較常見的一些 叫做Challenge 包括就說 如果我要將它Backup 那要將它擺在哪裏? 擺在你的Private Cloud 還是Private Cloud 擺在哪裏呢? 那我撕不撕到我的User的SLA 我撕不撕得切? 如果它們有需要 我是不是會安排到最現實的東西給它呢? 是不是可以確保 就是說現在我正在走 我外面正在用很多的 有些AllFresh的Storage 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正在用這麼快的AllFresh 但是Backup用了一些7000二轉碟 那它會不會拖慢我整個Overall 因為我要遷就它 拖慢了我來用的Private Cloud 那甚至乎就說 我怎樣去Deploy一些 甚至乎一些Backup 是不是說可以將它Back上Cloud 還是放在帶那裏呢? 那我怎樣去管這些Data呢? 那你會看到很多這些不同的問題 是出現了出來的 那也是因為現在其實 IT整個生態越來越複雜 以前就說 所有東西都放在自己那裏 很簡單 再不就放在一個HOST的一場 那現在除了這些之外 John Top就說 可能自己會建立到Private Cloud Private Cloud sorry 或者現在再有些 很多用戶就說 慢慢慢慢把某些工作項目 再放上去Private Cloud 那麼多範疇 也都現在今時今日 很多不是屬於我們自己 完全可以掌控到的環境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幫到大家呢? 因為其實 越來越複雜的整個 整個IT的環境 那首先想說回先 我們其實 我們Comfort和HPE 這兩間公司 我們其實 其實在2019年 Comfort在我們HPE 是拿了一個叫做 Technology Partner of the Year 2019 Storage Solution OK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靠的 在大家的中間 那再說回 其實 Comfort和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的Integration 包括在最左邊 你看到一些可能 Storage的Integration 甚至乎 他們會做到一些 例如 application level 一些virtual infrastructure 一些hypervisor level 一些大的 big data 或者一些large file 甚至乎在一些 public cloud 那這個回頭 會交給Steven 再說多一點 OK? 你會看到在這裡 有我們和Comfort 做了Integration的 一些HPE product 包括了什麼呢? 你會看到 包括從我們 右邊開始 有我們比較 最出名的 Pro Line Server Series 也有一些 叫做Apollo Series 如果大家沒聽過的話 它有什麼呢? 簡單來講 是一些 Purpose Build的 一些Storage Server 通常是一些 可能說 可以裝到很多 很多碟 一隻RAW可以裝到幾百 T以上 可以插到幾十隻碟 或者是一些很 high density 一些Blade 那當然的 就是我們一些 Primary Storage 包括 例如說我們HPE的Primera 我們的Free Part 和我們的Nimbo Storage 甚至乎 我們的Backup Appliance Store Once 其實已經有些 直接的Direct Integration 那你說再去到 甚至乎 我們現在一些 叫做HCI的Portfolio 包括有我們HPE的Sypivity 和我們HPE的Nimbo Storage DXCI 這些呢 其實全部和HPE的 我們都做了 一些Full Integration 在這裏 我會慢慢跟大家講的 那我們其實 我們兩家公司 實際上 我們可以提供 給你一些什麼呢? 究竟我們一齊 這次的Webinar 幫到大家一些什麼呢? 最緊要其實 是 一分幾樣東西的 首先第一就是 Data Protection for Hybrid Cloud 怎樣去幫到你 保護到你的Data 甚至乎 如果你在一些 Hybrid Cloud的情況之下 包括 就說 你可能HPE有些 HPE的一些 保護 甚至乎 就說 你要將它 返回一些其他的 Sector Media 例如說 落到WID去其他地方 甚至乎 就說 如果我想它 擺上去一些 Hybrid Cloud的環境的話 例如說 如果我擺上去 有沒有一些 Azure Stack 或者其他地方做呢? 還有就說 如何去幫你 整理你的 Data Protection 怎樣去 很簡單 就說 很快地回應 Ransomware Attack 因為大家都明白的 這個世界呢 沒有一個 因為我的 安全帳戶 會跟你說 我是百分之百擋到的 OK 99.9999也好 你還是會有機會 有些 0Data Attack 可以有些 可能性 被人攻擊到 所以就說 我們前面一樣 要照射完之後 因為不一定是擋到的 那如果真是 萬一我們 受感染的情況之下 如何去保持自己呢? 那就唯有 一些 可能有些 A gap 還有 就說 你如何確保 可以撕回一些 SLA 例如說 起碼要到達到 什麼時候 給你的用戶去用 OK 就說 我們例如說 如何去 Optimized Performance 例如說 如何去令到你 整件事的Backup 所有事情 會比較簡單 和快一點去做呢? 那當然還有 最後一件事就說 我們一些叫Backup as a Service 那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HPE 可以有一些 叫做Consumption Model 一些叫做 Cloud-based subscription 為什麼呢? 其實HPE 我們呢 在Target 未來兩年之後呢 整間公司也都轉型 成為所有東西 都是As a Service的公司 簡單來說 你可以和我們 買我們的Hardware 我們的Platform 加上一個Comfort的軟件 可以再Bundle 變成一個Solution 然後呢 以一個月費 一個As a Service的形式去做 OK 那這個也都在財政上面 可以幫助大家 因為其實今時今日 除於疫情問題之外呢 也都很多公司 慢慢呢 將個 用錢的方法呢 慢慢 由這個 CAPEX一次過去做 是的 也都推薦說 不要一次過花這麼大的錢 可不可以轉用OPEX的形式 一段月去做 那也都令到大家 財務上會輕鬆一點的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呢 我們有些什麼 真的做了Integration 是的 現在真的說下去的話 包括 例如說你見到 我們有一個叫 Intelli Snap 這個是Confort的 功能來的 它的技術 它呢 直接跟我們的一些 Primary Storage 包括剛才說的 Primera Free Part 它們做了一些 Nimbo 做了一些Direct Integration 可以直接 用它們的軟件 call到我們的 hardware 去做一些 hardware snapshot 然後將這些 snapshot 抽出來做一個 保護 那當然啦 我們都向我們剛才說的 XCI 包括我們HPE的Servility 和Nimbo的XCI 也都做了一些 Full Integration 包括 Protect 我們用Agent Base 或者做一些Live Sync 當然的 還有如果我們HPE 也都有一些 叫做Software Defined 的Solution Software Defined 那如果遇到一些 很大的Hyper Scale 例如說 幾百T或以上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Confort 一個叫Hyper Scale 的技術 幫我們做Production 還有當然的 有了我們Store Ones 的D2D 一個D Space的Backup 亦都做了一個Full Integration 是什麽來的呢 我們Store Ones 是一個科技 叫做Catalyst 是一個Source Size的D叠 簡單的來說 就是可以令到你的 你的Backup速度 提升很多 令你更加快 那本身 By default 其實我們已經 跟Confort 做了一個Full Integration 它可以直接用到 我們這個技術 做一個Source Size的D叠 每一次你Backup 只是需要 將一些Block Based 的Delta 拿出來 Transfer過來 令到整個Backup速度 去做到提升的 那當然 其實我們也都 有一些Cloud Based 的Offerings 包括例如一些 Cloud Forum 那轉頭我都會說多一點 如果你真的需要 將現在 今時今日 我不想要開多個 Location 我不想開多個Data Center 我想要到 Second Choice 對啦 Second Backup 擺在上樓 那裡的話呢 其實我們已經有了 這些Integration 給你 那轉頭我會再說多一點 那現在先說回來 我們其實 我們現在的Confort Solution 有什麽我們Full HP 可以做到呢 那剛才說了的 Data Protection 包括就說 一些傳統的 可能一些VM-based Physical 一些Application DB 那這樣的話呢 可以配合我們HPE的 伺服器 可以做一個 end-to-end的 幫你做一個 那當然的 你可以幫忙 例如做一些Synchronization Automation 那全部已經有的 那還有Steven 都會再說多一點 那和剛才說了 一些Hyper Scale 如果是一些 比較叫做 Software Defined 的Storage Solution 或者一些Scale Out的Solution 一些很大的Size 那怎樣呢 那Confort其實和我們 都做了一些 HPE 我們一些Certified Software Defined Solution 用Apollo Series 或者用一些 Proline Series 做了一些Integration 去用我們的 Hyper Sales Software 去幫我們 做一些Protection 那當然啦 剛才都再提過的 我們有一個 叫IntelliSnap的Technology 和我們的所有 Primary Storage 3part,Primera Nimbo 甚至乎我們的DXCI XP7 其實全部 做了一個Full Integration 所有的 Hardware Snapshot Hardware Feature 其實全部都是 通過它的Software 去Core出來 那和我剛才說了 Catalyst 那這裏會再說一些 的 剛才說了 我們有一些Primary Storage 可以通過 IntelliSnap的Technology 做一些Snapshot Base的Backup 然後呢 將它通過Catalyst 在這裏 本身做了一個 Source Side的DDIP 在這裏 將一些Hash Table 對著之後 看看它有沒有 一些重複的Block 如果重複的話 它就不會傳過來的 只是將一些DeltaBlock 將它放過來 加快你的Backup速度 然後去到Store Ones 去做第一層的Backup之後 我們本身 HPE 有一個叫Cloud Bank的Storage 可以將Store Ones 這裏的Backup 去一份上運 那裏 包括例如說 Azure、AWS 其實現在全部都支持的 OK 所以就說 如果有時候 你沒有第二個Location 但是就說 我想跟回一些 General的Backup 321的Rule 有兩個Copy 起碼有一個Off-site 但是我只有一個公司 一個Location 那怎麼做呢? 可以用到我們這個方法 可以用Public Cloud 去幫到你 去做到 多一重保障 多一個Location 去保障你的Data 那這裏 你會看到我們 其實跟Catalyst 有些Integration 那這裏我不特別去細講了 簡單一點 其實這裏講了些什麼呢? 可以幫你減少 Network Traffic 因為我們做了Sort-side的D-Deep 可以令到你的Backup 去快些 而且反過來 因為我們做了D-Deep 其實本身 佔用的Block位 其實很少的 當你特別是 例如說 想放上雲 那裏的時候呢 你的Consumption相對 就說 我不是一次Backup 10T 就放10T 可能我Back一次10T 他本身做了 我幫你做了D-Deep 然後你再Back多10次 其實在我們的世界 因為我們的D-Deep 一個Hardware-based的D-Deep 其實都做得很強 可以幫到你把握到去 只不過等於一份Copy 那樣的話 令到你整體的Course 也會快樂 會省了 還有剛才說的Backup 321 就說 我們剛才 除了這樣上過雲之外 當然的 我們也是我們HP的StoreEva 的Tip Library 如果你們還需要 落帶的話 其實我們HP全線 可以配合到 你看到我們可以把整個 全面的Data Protection 的Solution 由我們HP可以幫你做完 包括我們的Primary Storage 包括剛才說的Backup 包括我們說 將它Backup一些不同的Appliance 甚至乎 將它怎樣 放在那些雲那裡 或者放在那些Off-site 和做一些Tape的Output 這樣都全部做得到的 然後我們說回 我們的Data Protection FullHP GreenNake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 On-Premises 做一個所有東西 當你和我們談完之後 將它整個Solution 包了變成一個Service 你需要做些什麼呢? Paper Use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做一個GreenNake 也說不需要 我今天談完一個Solution之後 如果我兩年三年之後 有Data Growth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幫你 一開始談了 就說了 我現在Day1有一個Start Bomb 例如一開始我現在 預計了20T 我三年之後 我預計一些東西會Double 去到40T 其實我們一開始 如果我們談完之後 我們預計了40T的資源給你 但是呢 我們只收你20T的錢 到你說 喂 不是 我現在我快要用到爆了 你幫我加回那些Capacity上去 OK 那我們把那些給你 你真是Paper Use 對了 用20T就給20T的價錢 用30T就給30T的價錢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Paper Use 然後轉換來就說 可以給你做一些快速的 Time to Value 我們整個Curator Solution 幫你包好 包括設計 包括剛才說的需要的軟件 包括我們下面的裝備 服務 甚至乎如果需要 我們HPA Hosting 都可以幫你做到的 OK 那就說整個 整個整個感覺 就好像你在Paper Cloud 的Subscribe Service 但是這個Subscribe 是專門為你量新訂造 做出來的 OK 還有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能放在Paper Cloud 因為這個 是可以在你們的HOST 或者我們那個HOST 你是有一個很強的控制 是的 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權 包括甚至乎 如果你是On Permit的話 你有一個Full Control 而不同 在Paper Cloud上面 很多東西都限制著 你無法碰到 沒有Excess 也動不了 你可以看到這裡裡面包住的 包括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例如說 設計 implement 甚至乎如果 日常運動都可以幫你做到的 剛才說的 包括我們需要 的convert software 包括整個Solution 需要我們HPA 例如一些 storage server 我們可以幫你做到 例如說 TB可以幫你做一些 protection 可以做一些 As a Service的方法 去給你的 OK 剛才說的 包括現在疫情 很多的客人 都未必想一次過 去做一個project 可能談到一個project 要給幾十萬出來 可能他們反過來 就說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了 月費形式去做 讓公司的財政壓力 沒那麼高 OK 看到剛才說的 有這些 components 還有就說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幫你做 operation 可以幫你管整個機器 也可以 然後我們剛才的HCI 我們本身H3的Simbivity 也都有一些 Data Protection的機制 在裡面 那麼我們Convert 其實和它做了Integration 更加enhanced 它 例如做到什麼呢 它可以幫你做一些 enhanced的Data Protection 包括例如說 我可以幫你做到一個DR Site 甚至乎說 可以幫你將它 那些機器 seamless的 將它convert 擺上去cloud 做一個cloud 變成一個DR 是的 那麼這個是本身我們H3 product 自己呢 沒有的功能 是的 所以呢 就和Convert做了一個partnership 怎樣可以做得到 那甚至乎就說 我們可以有一個叫做 AI-driven ransomware protection 是的 還有一些叫做 Global protection data 是的 可以給你一些portability 例如說 我現在 在on-premises 用一個 你們的HDI 我現在 明天就想把機器 扔上去Archure 那裡 可以嗎 可以的 我們這樣做得到 或者說 現在再把它扔上一塊 例如阿里雲那裡 可不可以嗎 甚至乎我擺完兩塊之後 我搬回到地 可以嗎 通過我們這個整個 O4的solution 的話 你就可以有這個 有這個data的portability 可以給你搬來搬去 甚至乎 可以讓我們增加到我們的 on-premise appliance 或者 on-cloud 一些不同的cloud 都可以的 那這裡會看到 我們也有 你看到 在conforce 一些不同的事件 包括剛才做了一些 Live sync 一些VM replication 那這些轉頭 都會比 C平常說多一些 最重要的是 剛才說完之後 我們的partnership 其實有多堅固呢 剛才說的conforce 所有的軟件 其實已經全部 我們有HPE的part number 你可以直接 跟我們HPE 一次過落單 是的 你需要的 例如一些highway platform 或者軟件 全部都可以經我們HPE 一次過去落單 是的 我們大家其實 互相有了大家 這些SKU 一些part number 可以直接 跟我們一次過去做 去購買整個solution 好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 差不多了 因為待會 Steven還有很多 很精彩的information 要和大家分享 是的 那或者接下來的時間 我將它交回Steven先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你們的chat box 那裡留下你們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今天 立刻回答不了你的話 那或者我們都會 之後呢 OK 那先謝謝Steven 是 把時間交給你了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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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講 我們就 Tumwap這邊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手 怎樣有integration 那等一下下來 都會有個 小小的 我們的 demonstration 那 好了 先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 這些都是Party的報告 亦都是今年最新的了 那加拿呢 其實就 7月份 亦都出了報告 其實呢 我們是連續9年 就在Magic Question 最右上局了 那其實呢 再細分一點 我就拿了三大重點出來的 其實就是 在Public Cloud的環境 我們是分數最高 第二就是在Virtual Environment 以及在我們 我們一個 On-Prim的Physical Geek Environment 其實你會看到 這三大範疇 我們come up 都是最好的 評分為 好了 我接下來要講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 一些企業去 譬如 在Code上面 Hybrid的環境 以及我們怎樣 如何 integrate HPE 的一些 譬如 hardware的 slapshot 以及怎樣把它 去買歸上去靠 剛才Rasko也說過 其實我們有一個技術 叫做Internet Slap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 integrate 到一些 storage 上面的slapshot 那這個做法呢 就非常之簡單 其實就用我們 come up這個軟件 就可以做到 一個slapshot 其實slapshot 其實在Storage 上面 我們召喚到那個slapshot 其實你就可以做一個 快的recovery 因為 slapshot就非常之快 尤其是我們 譬如 integrate 到 例如 Limbo 的storage 我們 take 了slapshot 之後 它儲存 就可能儲存一些 比較 short-term的retention 例如 在Storage 上面 那個slapshot 儲存7日 跟著 其實我們come up 也可以 將這些slapshot 做一個storming backup 其實就落回 我們的 比如 backup 碟 那裡 可以儲存 長期的retention 亦都可以做回 一個delipation 在後面 其實可能就會長一點 可能在三十日 好了 亦都可以出带 譬如有些企業都有需要 其實就將它 逼入了落跌之後 都要去带 甚至乎 再去一個cow的environment 當然 如果 譬如 落帶 去cow 亦都可以直接 在Storage 例如 backup Storage 直接用我們的Policy 去控制得到 所以 其實我們come up 的integration 就是 由源頭開始 在slapshot 那裡 已經開始 做一個protection 接著 Full 去到 碟 去到 帶 甚至 去到 雲 我們可以用一個sort fair 而另外 亦都可以管理到不同的media 可能第一個 在slapshot 第二 可能在我們的backup 碟 去帶 甚至去運 亦都可以處理到不同的retention 可能是7日 30日 一年 七年 所以 會用一個solution 去處理所有的 好 另外 我們come up 可以和不同的cloud 企業的企業 可以組織 你會看到 最傳統的 例如 3A 我們可以支援 Azure AWS Alico Google 和Oracle 都可以支援 我們支援的意思 其實除了 我們最傳統的 在cloud storage 之外 其實我們 在cloud上的 即時 譬如 EC2 都可以做到 保護 另外 例如 我們再想 遠一點 可以利用cloud 做一個DR 的data center 如果 on-prem 譬如 Sympivity 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 vm 直接 synchronize 到 adabest 或者 azure 不需要做 backup 和restore 這個過程 come up 直接做到 live sync 的功能 把on-prem vm synchronize 到cloud 上面 我稍後 也會有一個 demonstration 在這部分 叫做live sync 所以 我覺得 尤其是 這些 環境 這個時間 如此 我們 用到 一些 比如cloud 的資源 就非常有用 另外 你看到 上cloud 其實 說了很久 其實 很多 企業 都擔心 不外乎兩件事 我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安全 在cloud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 第一 其實是三個A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和auditing 都很重要 我們come up 也可以 加入 ad Azure ad 或者一些 LDAP 的 authentication 另外 亦都可以 我們有一個 sature 的 譬如 在cloud-to-cloud on-prem 到cloud 那裡 逐間的連結 會不會擔心 被人掌握到 一些 data 其實come up 亦都會有一個 sature data 所以 亦都不需要擔心 另外 亦都 我們的data 我們除了 transfer 那時 有保障 之外 data 亦都是 encrypt 才 订出 這個連結 所以 連結 亦都很安全 data 亦都經過這條連結 亦都是安全 因爲 我們可以做到 譬如第一 我們come up 自己build in 也有一個encryption 亦都如果 就算你要用 譬如cloud 的key management server 我們亦都支持 第二件事 在cloud 我覺得 企業很重要 會看的 就是一個cost 因爲 你是會 將些data 存在cloud storage 或者你在cloud 上面 有些incident 要用的時候 亦都要一個resources 我們come up 第一 如果 企業 在cloud 上面 有些incident 要做protection 的時候 我們的media agent 即我們的backup server 亦都可以 integrate到cloud 上面一些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譬如 我今晚需要做backup 我呢 才把我的backup server power on 好了 power on 之後 就幫你cloud 上面的workload 做backup backup完 就可以關掉它 接著 亦都可以 幫你 用我們的build in 技術 就是dedubrication 的技術 當然 我們的dedubrication 我覺得 加起來 起碼有三個好處 第一 因爲有dedub 都是一些bought change transfer 其實 backup 時間一定會快 第二 dedub完之後 因爲 只有一些bought change 才會 send over 或者LAN 去 offside 或者DR site 或者是cloud 這個 會節省到很多 network 的 bandwidth 第三 我覺得 就是我們come up 自己 build in 已經有一個 dedubrication 的技術 幫你cloud 上面一些 storage 省位 幾大因素 我們都可以照顧得到 另外 我們亦都在一個work load 的migration 可以幫助 其實 如果在on-prem 不外乎 都是一些hyper riser 可能是VM 甚至是Azure 的stack 甚至是一些hyper-v 企業在用這些work load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無縫地 將它conversion 做一個conversion 我們back up restore 已經可以去不同的cloud 的provider 另外 亦都可以在一個 譬如我們protect 在一個 今天你用一個cloud 譬如可能是Azure 我們可以將它convert 去一個Azure 甚至乎Azure的work load 我們convert回到Azure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無縫的轉換 經過我們的back up 的technology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有一個DR的process 叫live sync 可以幫助企業 支援了一個cloud 上面做一個DR的data center 省下了 我覺得可以省下了很多 一個operation cost 省下了譬如你的data center 的cost 我們那裡怎樣做呢 譬如你看到左邊的data center 我們可以做一個傳統的back up back up 普通的碟 或者是出帶都可以的 我們將這些bought changes 可以直接 synchronize 上去cloud 那裡 直接bought changes 做一個live sync 我們就將 on-prem 例如VMware 直接升上去 比如Azure 或者Azure 上面的VM 那裡 just in case 你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做回 一個fail法的動作 可以整個set on-prem vm的vm fail法上去cloud的resources 你當然可以做回 一個failback的動作 如果just in case 沒有問題的 可以將vmfailback回到data center 那裡 這個就比較容易了 用我們comerwolf這個software 能夠管理到on-prem 和cloud的resources 甚至乏cloud-to-cloud的migration 當然 如果你要conversion 亦都可以將一個 backup了的 譬如 image conversion 譬如 另外一些我們支持到的cloud 譬如 阿里巴巴 Oracle Google 亦都可以的 另外 我會說一些 關於 怎樣 我們在wandsomeware 那邊的production 當然 我們comerwolf 已經建立了一個 AirGap 這個solution 就可以 保護到一些 randsomeware的 攻擊 當然 幾大方面 我們可以做到 第一 我們可以做到 detection 這個detection 我們其實就是 譬如 我們經過 backup agent 其實已經知道 backup target 那個agent 其實有沒有一些轉變 其實就 如果我們backup 的時候 如果有太大的轉變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點點 alert 會傳個email 給 administrator 看看 會不會已經有一個 randsomeware的 attack 另外 另外 也可以 backup 最重要是 restore 如果 backup 那個碟 都被wandsomeware 去encrypt 其實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們連這個 都可以保持到 我們會有一個 sacure 的mound path 我們backup 例如 levardoid 或者 local碟 也好 這個mound path 只要不是 come on 的 一些 process 其實我們不會 被一些外來的 東西做一些 改動的 如果 即使遇到一些 譬如 randsomeware 的attack 這個 backup 那個碟 其實我們不會 給它改 我們會被揭替 也會通知 administrator 如果 現在會不會有 一些randsomeware 的attack 這個 也是在我們的 軟件上 已經有這個 第三 我們覺得 更加幫助企業 就是一個 isolate 的media 那怎樣做呢 就是正正是 我們這個 air gap 的technology 就經過我們 backup 的software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圖有兩個 site 我們primary 有一個data center 我們會有一個 isolate 的site 這個site 中間 當然 可能有network 的通過 但是 我們這個site 就是 data 譬如 transfer 第一 經過一個sature 的tunnel 因為經過我們 come off 的technology 我們也可以 將我們 backup 在primary site 的data 其實 要訂購的時候 才訂購到 isolate site 我們會叫 isolate site 的media 伺服器 打開 network port 去幫忙 做一些data tunnel 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關掉 那些port 保證到 isolate site 沒有人看得到 我們會 滲透到 network interface 所以 media agent 在isolate site backup lock的 其實 在外界 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 就算 just in case 有一個 ware 的tack 根本就找不到 我們的backup media 所以這件事 就可以好好地 保護 那個backup data 當然 這個 你會當 這個solution come off 其實就是 一條鎖匙 而 你的isolate site 其實是一個 隔膜 經過我們come off 這個鎖匙 就可以打開這個隔膜 才得到 你一些重要的data 所以 我們這個solution 就會比較好好地 保護到你的data 除了這件事 我們幫到手之外 也就是說 我們整個solution 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你傳統的 企業有些 譬如兩個data center multiple data center 可以經過 come off 中間做一個backup 和一個replication manage到這兩面 甚至乎 你有cow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在data center replicate 一些東西去cow 甚至乎cow 去回data center 我們用一個single management console的形式去管理 亦都可以保護到data 我們有secure 的transfer 中間亦都有encryption 我們亦都可以做到一些role based 的control 其實你可能就是說 cloud 有cloud的administrator 可能是data center 不同location 亦都有它的operation同事 我們亦都有些role based control 可以提供到 去給企業用的 加上我們亦都在 我們的技術上 有一些dedubrication 的技術上 可以幫助企業 去省到一些 storage的cost 比如在cloud的cost 在data transfer的cost 我們可以幫助 這個overall 整個可以幫助到 去管理到hybrid 和multi cloud的環境 的環境 另外我稍後會放一個video 我們和HPE合作 在他們的data center 做了一個demonstration 這樣會是怎樣 將一個 譬如在Simpivity 那裡的VM 怎樣去做一個live sync DR去cloud 另外也會顯示 我們和limbo storage 如何做一些 hardware slapshot的integration 好了 我現在就去片段了 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 我們的command center 就是我們comorb的web GUI 你會看到 有一個dashboard 很容易 看得到 譬如你的dedubrication 測量到多少位置 你的job有多少行動 你的碟位用了多少 一個dashboard 可以看得到 很簡單 我們亦都支援得到 很多不同種類的cloud storage 你會看到 譬如是 AWS Amazon Azure Google 我們已經支援得到 甚至乎 你如果是一些 s3的 Storage 我們有這個connecter 亦都可以 加到 我們的cloud storage 這個demo 我們亦都做了一個 Storage 在AWS上 你會看到 我們支援到的 hypervisor 的種類 亦都多 你會看到 阿里巴巴 Amazon Google Azure 甚至乎 一些傳統的 VM 甚至乎 再新一些的 例如 OpenShift WebHack 亦都支援得到 我們加了 hypervisor 之後 就可以 將它做一個 防守 我這裡 亦都做了一個 VMware 這個 亦都在Simpivity 上面 Backup Storage 我就直接選擇 在cloud上面 你會看到 很簡單 我們有一個 伺服計劃 去介紹你的RTO 譬如 你按下去 就很簡單 譬如 我星期一至五的 office hour 的幾多點 至幾點 譬如 九點至六點 我就不做這個Backup 我們可以很容易 介入一個Backup window 亦都可以 很簡單 你的Backup destination 可以處理到 很多不同的retention 譬如 我 primary 的 我去AWS second 的 我去Local 再不同的retention 我去Azure 我用同一個 sirprop plan 已經可以處理到 你的Backup 的需要 不需要 很複雜 接著 我會做一個replication 的target 而這個target 我實際 是在AWS 上面 我已經做定了 你見到 是Amazon 的 實際 我們會做一個target 我會給它一些subdix 譬如 我在on-prem VM 就會 Synchronize 上去 就會加上這個subdix 我們在cloud 上面 亦都有一個syslook 在AWS 我現在選了 AWS 上面的syslook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不同的 ability zone 我們選了之後 也可以選擇 Network 選擇 Security group 我現在選擇 Security group 亦都可以 replicate 當時選擇 不同的instant type 譬如 你可以選擇 譬如我在on-prem 是大一點的 但在DR上面 我想用 縮小 亦都可以 我現在選擇 T3Micro 你看到 HPE DEMO CENTER 正在使用 syslook 在VM 我會改一些 待會 展示到 replicate 之後 其實這個 更新 都會在cloud上 展現出來 我打小小字 譬如 This VM VMView Sync to AWS 我先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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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 Console 看看 很簡單 你選擇 Protection Virtualization 你會看到 我已經準備定 一個VMware Group 就是這個VM 很簡單 在這個Group 看看是否正在保障 VM 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隨時按 不同的 recovery point 去recover 這個VM 很簡單 我選擇 這個VM 便可以看回 DEMO Synpivity 這個VM 好了 Wealtime 現在正在搜尋 譬如 我用Synpivity Data Center Custer 裡面的其中一個VM 我打開它 就是這個VM 我點擊它 按 OK 已經在保障 這個VM 好 好了 我再做一個Backup 其實做一個Incremential Backup 已經可以了 當然 我之前已經做了一個Full 我再做一個Incremential 我便會把這個Local On-Prim 的VM 做一個Synpinization 升上去 當然現在這個Process 就是先做一個Incremential Backup 先做的 好了 一直這樣做 你可以看到 我們做到差不多兩分鐘 兩分鐘 差不多完結了 跟著完結了之後 我就看到一個Replication Drop 正在走 這個就是直接 After Backup 完結之後 我做一個Replication的動作 把這個On-Prim的VM 直接 不需要Convert 直接跟著這個Synchronize 就Convert 上去 Synchronize 上去 AWS Cloud 上面 因為時間關鍵 我把這個Synchronize 縮短了 你會看到 看到 大概現在已經去到35分鐘了 差不多 完成了 我看看 我再重新一下 在AWS上面的 你會看到 有一個VM 已經關掉了 都是用回T3Micro的 就是E1C 我按住它 看看我剛才有一個更新 在NOTEPAD上 就升進來 我看看 就能不能升得到 這個更新 你會看到 有個 Security Group 也是我剛才選的那個 按住它 當然 這個是一個 unplanted的Failover 你看到有一個Public IP 我們也可以處理到 一些planted的Failover 就拿到DataChange 直接射它 上去 的Cloud上面 我用了 傳統的RDP 就 Lockin 進去 Lockin VM 你會看到 整個Backup 和Replication 的動作 都是一個小時內 做完 已經 就Lockin 進去 你會看到 這個 Document 也在 Double Kick 剛剛的更新 也顯現了 出來 所以 如果我們 用回 Come-Warp 這個方法 也可以很簡單地 加入HPE 的Simpivity 我們幫助 Lockin On-Prim VM 做個 Protection 之後 已經可以做到 DR 這個動作 非常之簡單 就這樣 再加 VM 做回 Synchronization 接下來 我會示範 如何 加入Limbo HPE 我們在Storage Array 那裡 就按 加一個支援的Array 就可以了 譬如今次我選擇 HPE Limbo Storage 當然 會打回一些Array Name 和Lockin Name 其實已經可以了 打回之後 我們就會做到 一個 Integration 當然 我分開了 今次我用了 另外一個 Custer 在HPE Demo 的Center 那裡 我們會做一個 Slapshot 給你們看看 如何 Integration 會比 傳統 的Backup 那 你也看到 我們都按照 一些Policy 我們按完Slapshot 之後 亦都可以管理到 去Local 甚至是靠 那我現在 就用回這個Back plan 好了 好像剛才那樣 選擇一個 Virtualization 你會看到 我們有個Group 已經做起了出來 做起了出來 好 那 亦都看到 我有一隻VM 放在這裡 那 會做一個Backup 當然 亦都可以選擇 Full Infermental 今次我就選擇Full 如果傳統來講 一個Full Backup 其實你會 按了VM的Backup 其實它會在這裏做 其實會有幾個動作做的 它就會叫VMware 的Slapshot 去做的 然後這個Slapshot 就會直至 你的Backup 做完 才會消失的 但是如果我們 可以加入到 那個Storage 那會怎樣呢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就是這隻VM 那我先看 先看 up and running的VM 好 你會看到 那個Task 那裡已經有顯示 其實 我會看回這個Slapshot 你會看到 這個就剛剛創造了 有一個CumWolf的Job 就創造了一個Slapshot 你會看到 這個Slapshot 你會看到 很快就做完了 你看到了 已經除掉了 已經除掉了 前後也是在說 一分兩分鐘的事 所以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你傳統 用回沒有Slapshot Integration 的Backup 其實你 拿了這個VM的Slapshot 之後 其實你要等它 直至它做完為止 這個可能是一個小時的 但是你看到了 兩分鐘之內 兩分鐘之內 已經做完 你那個Slapshot 這個好處呢 除了快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 將你的VM上面的 譬如是CPU Membery 是很快的 release了出來 很快的release出來 因為你傳統的Backup 你一定要等它 直至做完 你才沒有 你看到 這個Slapshot 其實在兩分鐘之內 已經幫你 clean up 你看到 remove 那個Slapshot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和一些 Storage Limbo 的Integration 你看到 Backup 已經做完了 在兩分鐘 這個其實 對IT來說 負擔就會少了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 很快的Backup 有一個很密的release 例如你把這個release 做得快一點 可能幾個小時 已經做一次 另外 亦都可以 我們可以在 我們的GUI 那裡 List 我們的Slapshot 你剛才看到 Job 那個Slapshot 就在那裡 可以管理到 我們 Limbo上面 那些Slapshot 在我們CumWarp 可以List 可以消除 可以消除 可以清除 亦都可以在不同的 這些Slapshot 去做回復 出來 我今天的 示範就 到這裡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 謝謝Steven 好 或者大家看看 剛才Steven 和Warsco 講完 我們今天的分享 看看大家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在 這個check box 留言 與此同時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 survey 麻煩大家幫忙填一填的 因為可能聽完今天 Steven 和Warsco 講的內容 對我們的 Solution有興趣 那想可以 再了解多一些 的 那其實可以 填上一個 方法 可以裏面 拿回 比如想我們 做個call 或者 去討論 你們現階段 有什麼 的要求 所以我們這個Solution 幫到手的 可以在上面 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 會有同事聯合你們 可以我們 安排一個時間 再談一談 看看大家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 解答大家 好 或者我暫時 可能都看到 我的 那條link 就放了出來 那大家麻煩 點一點 那如果大家 沒有其他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Webinar 就暫時到這裏 好 那 麻煩大家 那麻煩我們 AV 和我的同事 Rasko 和Syvan 好嗎 那今天就到這裏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拜拜